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卤开始把这个过程做一下 那现在这个水的烧开了 我就先把我买的料 我买了鸡腿 羊蹄 还有为了争相买了这个牛尾骨 还有这个鸡骨架 这个都要放进去 先过一下水 水烧开了 我放点盐 这样我就不放了 我舍不得放姜 这个因为就是过一下水 放进去 这个羊蹄用火漂过了 洗过了 然后先过一下水 一样一样的做 就煮了三分钟 捞出来 再煮第二样 牛尾骨 就完全是为了增香 来放进去 增加它的浓郁的味道 买了这个羊蜥 我有一点后悔了 看到怪吓人的 这个也煮好了 就是把它做血水去的 太大了 你四分之一个了 牛尾骨 好 这个牛尾骨 捞起来 鸡腿 鸡骨架 两个鸡骨架 这个有点多 没有这么大的锅 我只能买个更大的锅 好 这个鸡腿烫好了 捞出来 这个水就不要了 倒掉 好 好 现在另起一个锅 要把那个牛油炸一炸 还有鸡油 放点香叶进去 好 把这个捞出来 然后这个糖色了 因为我就不用炒糖色 就用这个土耳其的菠菜糖 焦糖糖给来做 一样的 然后姜 开水 这个料包是 在国内我妹 给我包好配好的 她老公卤 卤这个汤料 得到我老爹的真传 卤得特别好吃 把它放进去 这里面我就不打开了 因为打开很麻烦 反正他们就是很全的 这是我们家的祖传的 放这个料包 然后放这个酱油 蒸醋要多放一点 放盐 这个盐不够 最后再放 这个盐肯定现在是不够的 但是我先把这个汤 先让它多煮一煮 把这个味煮出来 换一个锅 换一个大一点的锅 换上这个大砂锅 把这个汤倒进去 然后还有加点水 牛尾骨放进去 让它把味道煮出来 鸡骨架尾也把它放进去 羊腿也放进去 因为羊腿需要煮的时间 也比较长一点 羊蹄 放一个辣椒 因为明天有小朋友 不能放多的辣椒 好 先煮 煮了以后 再看它的这个味道够不够 再添一些料 好 One hour later 一个小时以后 这个整个屋子里面都飘香了 很那个 那个卤菜味 哎呀 真是就想到自己小时候 回到家里面圆圆的 还没接近家门口上 那个我们家的老卤味啊 就飘香的四处都是 就远远就闻到我们家老卤味 想到这想到我老爸了 哎 现在呢 就要放这个 我要把这个鸡骨架 鸡骨架应该就差不多了 我就把它捞出来 因为不捞出来的太占地方了 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卤出来的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鸡骨架来 把它捞出来 让我再放其他的料 我现在把这个大蒜 这整个大蒜 我就中间 不拋全 就是拋了一半 这样子让它入味 然后 洋葱 放进去 这个时候放了 因为是怕它煮烂在这个汤里面 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 我一个小时以后再放了 再入味一点就好一点 然后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放了 这个是那个 我放了这个橘子 橘子这个橙皮 晒干的一个整个的橘子 这是我的秘密料理 秘料 把它放进去 再放一把葱 打不了结 这个葱比较碎 不像那个 比较脆一点 没办法打结 只能像旁边 撈到旁边 然后把这个牛舌头放进去 最后再还有鸡腿没放进去 最后就再放鸡腿 这是羊腥 先煮一下 煮一下 收一点水 再搅拌 好 这就把它 先烧开 再关小火 刚才也一直是大火开了以后 关小火 这个调到小火煮了 煮了一个小时 现在因为新加了料 然后再把它 烤开大 我另外换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火头 然后再把它 烧开以后再 调成小火再煮 因为这个牛舌头呢 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太长了就烂了 就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一个小时以后 然后羊蹄也差不多好 好 这个有一个 种 种 种起来的时间有一个半小时了 但是我要试一下 我怕这个时间煮的太老了 我再看一下 你看这个牛 这个羊腥的话 它一搓就进去了 说明它就已经熟了 所以我要把它羊腥捞出来 这个牛舌头还早呢 然后这个羊蹄也不能煮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羊蹄我刚才搓了一下 也 也烂了 就 不能够像煮汤一样的把它入口即化的那种 那就没有啃头了 所以我把这个羊蹄也要捞出来 你看羊蹄就是一个半小时 不能再卤了 你看到没 这已经 已经是 再卤下去就 趴了 就 就 就软了 好 现在我现在把这个鸡腿放进去 鸡腿放进去 鸡腿实际上 也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主要是靠它的这个 尿 我就煮 煮个十分钟 然后就在里面 进一会 就行了 因为这个 我准备把它在这个汤里面套一晚上 明天吃就会更入味一些 好 这个 鸡腿放进去后 煮十分钟 我是小火煮十分钟 就不用大火了 好 看一看这个牛舌好了没有 搓的动 就是好了 这牛舌也不能吃 也是要吃的稍微脆一点才好 太软了也不好吃 太软了也不好吃 然后这个鸡腿就 好了 这个鸡腿就 好了 这个鸡腿就全部已经熟了 就要靠它这个 我就现在关火 就靠它的这个 慢慢的热火力把它 把它清熟 要不这个鸡腿烂就不好吃了 然后这个卤味就 卤到这儿 好了 这个晚上放了一个晚上以后 先把这个鸡蛋捞出来 把这个用那个镊子来夹这个鸡腿 把这个用那个镊子来夹这个鸡腿 牛舌 滷牛舌 这就是比较粗状的鸡腿 好 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汤汁里面的这个 蒜啊 洋葱啊 煮融的 渣子把它捞出来 姜可以去的话 因为姜不会溶掉 所以姜可以放在里面 辣椒也可以放在里面 但是这个 这些渣子可以 去出来 这个土豆是代皮的这种小土豆 我已经煮过五分钟了的 我再把它放进去卤一卤 按到你的这个卤汁呢 如果是煮蔬菜的话 像豆腐啊 青菜啊 这个蔬菜 容易烂的蔬菜 要另外起这个开一个锅 把那个汤汁舀出来 再卤 但是这个 因为这个土豆 它是用皮包住的 没有皮没有包 它不会 不会溶掉 所以是的 它有一个外皮包住的 所以我就先将就它卤 卤了一个汤汁 我会烧干了以后 烧的稍微浓缩一点 我再装到一个饭盒里面 放到几栋箱里面就行了 那现在就先 卤一卤这个 土豆 土豆呢也是不能够煮的太长时间 我就准备卤个十分钟 到十到十五分钟 小火慢慢的卤 卤了以后 然后再 让它 让它 浸一浸 更入味一下 然后浸个一两个小时 等到下午 我要 我要这个 凉了以后 再把它取出来 好 从昨天下午忙到今天 这个 卤味就准备的好了 那我现在呢 就把这个 等人会就要走 一个小时之内 就要出发 所以我要把这个外带全家桶 把它装出来 让小朋友们开心 翻来一桶 土豆放进去 然后再放羊蹄 哇 这个羊蹄有点大 六个羊蹄 他们家是五口人 我们家两口 但是我不吃 这是一个桶 把那个鸡腿给我们去 六个鸡腿 然后是六个蛋 一个半 一口半 那个牛舌和牛腥呢 我就不 不带回去给他们 因为 我觉得好像 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吃 会不会被吓着 所以我就把它切成片 分成两袋 装到几栋箱里面 然后我要吃的时候 就拿一袋 给我老公要吃的时候 就拿一袋给他吃就行了 这是羊蜥 我这样子把它一分为三份 这样拼着分三份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的份嘛 他吃我也不吃 所以说他就 这样子好一点 吃的时候就 就把它放点洋葱 放点辣椒 放点辣椒 一凉拌的吃 非常好吃 这样子就放到那个 用密封呢 装装就放到那个 急冻箱里面 吃的时候提前那一袋 那一袋的 放到晚上 放到这个冰箱里面 冷藏箱里面 也都晚上 好 这三袋就可以吃三次了 5alu 4 5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